让我们欢迎今天晚上的最后一组蒙面畅将上场 有请蒙面畅将不会游泳了鱼 有请蒙面畅将爱唱歌的汪兴仁 这是不懂吧 啥都不做就是科普 合唱正式开始 面具造型跟我一样酷耶 我喜欢一个女的她很瘦应该很漂亮的 中文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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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曾怀疑你 还是当的不敌我 谁是你的哪个回忆 愿让我怀疑自己 不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怀 像个小孩 始终在你怀里怀疑 你要的爱 不仅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雨晒 生活自由自在 虽然不曾怀疑你 还是忐忑不敌我 谁是你的哪个回忆 原谅我 怀疑自己 爱 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怀 像一个小孩 始终在你怀里怀疑 你要的爱 不仅是依赖 永远无 multiple 爱如果想个大男孩 风吹又雨晒 像个自由自在 爱 爱 爱 gab 因为我要的爱 会把我宠坏 所有的小孩 只能在你怀里 在你怀里 怀爱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像个大海 空坠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我 其实刚刚听这两位 就觉得很像这种粉科生 到了这个大学时候 有个萤火晚会 然后两个人有一点暧昧 有一点情投意合 然后大家听他们唱完就说 在一起在一起 这两位呢 其实上一周的时候都有来 我有来吗 啊 你看马上又忘记了 那常常你说你自己是胖头鱼的事 你还记得吗 哎 哎 我应该是一条美人鱼 哎哟 好那我再注意问一下啦 你是流行歌手 但是你演的偶像剧 曾经是台湾的收视冠军 对不对 没有想到你也会看偶像剧 其实我觉得她的声音很熟很熟 然后你看她的身材她的皮肤 她就是那个睫毛弯弯的女孩 对不对 我忘了 好啦 那我们现在来进攻这个单身狗好了 她上个礼拜是走所谓的小鲜肉路线 是吗 对 可是她的才艺都垮掉 因为她一直在演一些就是 网路上的一些的桥段 然后就是都演得非常烂这样子 先认错 先认错 干嘛这么严肃啊 道老师 其实我这个人不太会跟人聊天 讲话特别没意思 不会去讨人家喜欢 让大家觉得无聊了 对不起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很会唱歌 他们不见得有真正的了解 综艺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她不错啦 起码她比陈楚生好笑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今天呢 因为这边呢有行家在 我跟你讲那个演戏的tempo非常的重要 yes 节奏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他们好好讨教一下 就请我们的潘老师跟这个Ella姐花瓶 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就下去示范一下了 现场教学啊 潘老师 因为其实上一周的时候 我们这个狗狗呢 他演了一段那个跟人家要手机的那个戏 我们现在来教他 如何把这样的戏给演好 好不好 好吧 来 我觉得是这样 演戏其实也不难 就是只要你认真投入 然后相信自己没有在演戏 然后只要真诚其实就够了 没错 这很重要 接下来我们的表演课堂开课啦 来了 你要哈哈哈 哎呦呦呐呗看看大师是怎么垮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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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我迷路了 我想能借您的手机 倒下行吗 哦 可以啊 那等一下 我找一下那个 地图 在这边 你要去哪里 我想去你心里 哇 哇 这个都是年轻人 要直接 对 那接下来我们直接把年龄 往上拉十岁 好不好 三十三岁的 看一看 好 来 那个 这位女同志 三十岁的女同志了 我 能 我想请你帮个忙行吗 大叔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三句话能说完吗 能 一句 这也算 两句 对 走 跟我去见我妈 走 好悲哒 好悲哒 好帅 从此以后你要称呼他宁 宁 宁 对 因为是要把你放在你的心里 哎呀 感到 谢谢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学习到了 太厉害了 其实 不满老师说 我可能在情感和理解这方面 我是有缺陷的 我喜欢独处 然后一个人出去旅游 哦 哦 你都跑到哪里去嘛 对啊 我都去没有人的地方 我一个人 背着吉他去森林里面 荒漠里面 戈壁 反正就是越偏僻的地方 我越喜欢 哇 难怪你单身 真的 如果累了我就 搭便车 困了我就睡在大巴车的过道里面 我走了有四千多公里 哦 那你这种旅游方式算是穷游了对不对 是的 但穷游不是因为没有钱 而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一个人面对大自然 这种空旷的感觉 他对我音乐的创作很有帮助 哇 那你这个穷游的过程中 你有没有写出一些什么好的作品出来吗 那是不是咱们能听听啊 就是在大自然中写的歌啊 可以 请帮我把我那把 陪我走了四千多公里的十二弦吉他拿上来 耶 哇 来来来 可以帮我 好 抢先听 我今天呢 要把我在旅途过程中 看到的美景用音乐来表达出来 看看各位老师能不能猜出来 我描写的这是什么风景 好 请请进湖水 那我们得保持安静啊 谢谢你 那啊 那啊 什么 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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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我感觉到的是 他在沙漠 然后夜里面烧着引火 然后看着天空 看着星星 喝着喝着一壶那种烈的酒 艾朗老师特别棒 其实他已经全部都猜对了 真的 对 这是第一个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 到鸟市了 到鸟市了 森林 这是口气吗 他自个儿学的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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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在森林吧 有那种快意自在的感觉 鸟语花香的 对 确实是在森林里面 然后当阳光洒落下来 然后穿过很多树叶 然后靠在树下面创作 其实老师 我不只在大自然中 寻找创作的灵感 我连录音也都是在 没有人的荒野里面录的 我会拉上我所有的设备 去到比如说草原 森林 戈壁滩上面 把所有的乐器摆开 跟乐手们同期录音 对 对 像那个Jason Mirage 也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因为大自然除了特别干净 最重要的是它特别安静 大自然其实是最好的吸音室 对 对 所以说你看 他演这个的时候就特别动人 对 对 这个才属于你 对 这才是本色 你其实不用去努力做任何事情 你只要做你自己 就是最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我记得刚才说你不善于跟别人有这个情感的这个交流 其实不是 我觉得你用你的音乐直接跟别人表达 这个会更加的动人 而且你已经做到了 对 然后其实做你自己 就是我觉得那是最大的感动 而且综艺呢也不是说只有搞笑 其实审美感动也是综艺的好多元素之一 对 对 好 谢谢你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大自然般的音乐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小才艺另外一位 好 请黑人上道具了 来 猜不到吧 一会打着伞来 她们磨过 画面好怪怪的 上次让大家看到我搅得厉害了 这一次也要让大家就是看看 其实我的手也挺灵巧的 但刚刚看完狗儿的表演呢 其实我现在有点紧张 怕会垮了一点 那你来了 找你啊 好 哎呀 白皙的手 好的 就是叫大家 哇 完上了 哇 好爆 哇 好爆 这就才艺吗 还没啊 你们不要这样啊 好 我这才艺呢 就是我特别的会收伞 哈哈哈哈 我的天啊 我被吓到了 贴膜煎蛋之后还有一个收伞 你看 这个长伞啊就这样就收得很好 就不会乱七八糟就这样 但长伞很好 等一下 我还有短伞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来 给你另外一把伞 要不是有这面具 这个才艺我才不表演 哈哈哈哈哈哈 这句好笑 好啦 说真的啦 就是说伞呢 用完之后不能就是直接收 要先这样打开把它晾干 要不然会臭 就像这把就有点臭 哈哈哈哈 短伞抽完之后呢 这边这个地方 骨节呢就是要把它顺好 顺好之后再把它打进去之后呢 你们真的要听完哦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先我们先找到 就是绑住它的这一条 当起始点 然后开始一个一个慢慢拉 我真想想不到一个天后在收伞表演 因为这把伞呢 一看就知道当初是乱收的 所以其实可能需要运营运营之类的 天哪 他就其实在告诉大家 他是个强迫症患者 他必须得把 他就整齐了 必须得把他心里的那个完美状态给完成 对对 这是一个仪式 好 算好了 哇 天哪 好精彩 谢谢 下面要进入到的是三元净猜食客 三元冰岛有机酸奶 全程有机更健康 营养助力猜品团 有请我们的猜品团好好地挑选 其中一位留下来为我们带来这一段的赌场 而另外一位 将会直接去往我们下一期的蒙面圣典 我们留下单身狗 不会游泳的鱼 下一期蒙面圣典再见 谢谢你 拜拜 谢谢你 下一次再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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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